7月20日 首都各界一万人 隆重集会 纪念日内瓦协议签订十周年 坚决支持英雄的越南人民 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的正义斗争 大会由中国亚非团结委员会副主席毛顿主持 中国亚非团结委员会主席廖成志在讲话中指出 中国人民绝不能坐视越南受到任何外来的侵犯 接着讲话的有越南驻中国大使陈子平 越南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 越南亚非人民团结委员会代表团团长陈辉辽 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团团长士尚豪 老挝全国妇女联合会主席费问奔舍纳夫人 日本社会党众议员刚田春夫等 坚决粉碎帝国主义在印度支那的侵略和战争挑衅 美帝国主义必须从越南南方滚出去 7月25日首都各界1500多人隆重集会 热烈庆祝古巴726革命节11周年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林峰 古巴驻中国大使皮诺桑特斯在大会上讲了话 古巴总理菲德尔卡斯特罗送给我国的十四头两种牛 古巴总理菲德尔卡斯特罗送给我国的十四头两种牛 到达南宁 由广西壮族自治区畜牧研究所饲养 这头牛在古巴全国畜牧评比会上得过奖 古巴两种牛 能耐热耐干 抗病力强 生长很快 是很好的食用牛 江西拖拉机场的车工赵长生是全国群英会代表技术革新标兵 从1955年以来 他革新的项目有193项 赵长生从上海学习了兄弟厂的先进经验以后 更加刻苦钻研 又提出使用花剑杖套棱杖新工艺的建议 对提高拖拉机的质量做出了贡献 在笔学杆帮运动中 全场职工都在学习赵长生苦练基本功 掌握先进技术 敢于革新的革命精神 如今的革命精神 一万点 夜之为 无人的健康 一万点 每天 我们来不给你 都预定 我奉顼 我们来不给你 我 好